为防止疫情扩散,导致业务中断 双西区公所原先以第二办公室的方式采取异地办公 但在考量有些员工一旦有小感冒或接触案例阻击时 便会采取居家办公的方式 在克服网络及系统的稳定性后 区公所开始实施每批三分之一人力的轮流居家办公储备站立 双西区公所我们目前大概已经有启动了两个第一次的居家办公 那么现在是第二题次 大概都是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力 我们在人员的调配上面也是会考量机关的特性跟工作的属性 那么指挥官跟副指挥官是一定要分开分流分仓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指挥官大部分都是在办公室 然后副指挥官可能就是在异地办公或者是居家办公 除了减少员工移动及接触 保障其他同仁或在地居民的健康安全外 六月份端午廉假将至 双西区公所也会加强与瑞芳景分局的机查与宣导 并在一日配合新北市府防疫政策 限制双西区公有零售市场内的融流人数 并协请市场自治会协助张贴公告及管理 目前双西公有市场呢 已经配合市府的防疫政策 要加强人流管制 那即日起呢 双西公有市场的融流人数 将限制在15人以下 请乡亲大家配合 中油为了因应行动加油车故障的问题 那目前呢 每周的星期二在明天工铁路桥下 安排有售油的服务 那目前呢 提供的服务方式呢 是以这个铁桶 这个铁桶里面有8公升的汽油 那总价呢 包含150块的铁桶押金 总共是378元 那希望民众呢 能够自备好零钱 那也遵守防疫的规则 排队购买 由于双西区卫设有加油站 民众平常每周二使用的行动加油车服务 又将于6至8月进场维修 因此原本牡丹里的加油点取消 请在每周二十一点至下午两点 在共和里明天工贩售桶装汽油 一日开始实施 也有相当多民众前来排队 双西乡亲第一次不用携带油桶来装 以减少肢体接触 排队也请进行实联制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保护彼此健康 记者三号文双西采访报导